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美国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中美会谈将会在明天去到阿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 Anchorage 安克雷治那树举行 在中美会谈的前夕 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有关于香港自治法的最新跟进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面再次点名制裁24名大陆和香港官员 这件事就从侧面可以反映得到 在明天举行的中美会谈也不妨会达成什么封锡成果 另外美国国防部又发表了一份最新的声明 这份声明提到大陆的军队就不会是美军的对手 而且里面还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措持 来到去警告大陆的领导人 所以这篇声明都相当有看头的 在讲下去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美国国务院今天再公布制裁24名官员 是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美国财政部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分了三批中港官员进行制裁了 现在这24名官员其实在去年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时期 已经先后被制裁过一次了 现在只不过是将他们的名字加到香港自治法的制裁名单上 其实都可以说是旧走新平 美国国务院提交的这份跟进报告 就说这24名被制裁的大陆和香港官员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至于布林肯发表的声明就说 最新的这份跟进报告是反映出美国有深切的忧虑 因为全国人大近日决定单方面破坏香港的选举制度 是进一步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他还提醒任何外国的金融机构 如果是跟报告里列明的人士进行交易的话 就将会面临制裁 这个制裁就是所谓的二次制裁 因为针对官员本身的就是为之一次制裁 问题就是其实这24人在先前 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制裁过一次了 老实说制裁所带来的影响一早就已经消化了 比如说因为制裁而带来给这20多人的财务不变 就已经是反映出来了 包括了就是这些被制裁人士 如果他们是买房子的时候有成造按揭的话 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是提早还清了 这些就已经是消化了 因为你再把这24人列入香港自治法的制裁名单 重新把它再制裁一次 对于这20多人来说都不会再有什么大的影响 因为影响已经是产生了 至于布林肯提到 就说任何的外国金融机构 如果是跟这些人士进行交易 就会面临二次制裁 那我就认为布林肯这些都是照本宣科 因为本身这些就已经是既有的措施 又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 而且我相信也没有一家金融机构 是会愚蠢到跟这些被制裁的人士进行什么重大交易 因为你这个自治法里面写得明 凡是跟这些被制裁的人士进行重大交易 就会面临二次制裁 那些金融机构开出来无非是赚钱而已 打开门口做生意去求财 就不是求气的 终然来说 在上两个星期 大陆的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曾经说过 就算在香港的中外金融机构 都不会执行美国所谓的制裁 但我认为他的说法无非是告诉自己人 这些叫做自说自话 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 有哪一家金融机构 是会愿意再向这些被制裁的人士提供什么服务 你只是看到那些被制裁人士 要趕快去还清那些案件 你就知道 其实郭树青说的事情就没什么压力了 因为始终金融机构是看钱份上的 他没理由跟钱斗气的 因为他一旦去继续提供服务的时候 他分分钟被人罚钱 罚得很金的 因为这个二次制裁 其实那些罚则都是美国方面自己定的 所以我又不觉得有些金融机构 是去挑战美国的底线的 所以你说这个香港自治法跟进报告 重新再点名制裁24人 我自己就觉得这些东西一早就已经消化了 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就没有任何值得吹捧的地方 反而在中美会谈的前夕 这份香港自治法的跟进报告出炉 就正好反映到 其实中美会谈多数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只不过就是说大陆他们也很恨来重启 那个所谓的中美对话 因为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 中美之间的对话 是曾经中断过一段都相当长的时间 而大陆方面就很想和美国重启对话 那出之就恨到 在明天就会去到阿拉斯加的安康里斯那边 就进行这个中美会谈了 大陆方面就似乎是抛出了几大合作议题 第一就是疫情防控 第二就是经济复苏 第三就是气候变化 在这三大议题当中 我相信中美最能够达成合作的议题 就应该会是气候变化 因为这些就是左交 拜登和美国民主党最流行提到这些东西 问题就是 就算在个别议题上能够开展到合作也好 也不代表在会后 双方能够达成什么具体协议 甚至乎有什么联合声明出来 我相信就不会有了 因为美国一定会在这个会议当中 提及到一些涉及新疆和香港的议题 这些涉疆涉港的议题 大陆就肯定是不会让步 所以我就相信中美会谈到最后 就只会是沦为了 各说各的话 各吹各的调 各自表述立场的一场吹水会 就和美日二加二会谈叉天共地 因为美日二加二会谈到最后真的有些成果出来了 双方是签署了一些共同的文件 比如说美日双方就确认得到 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 而且又再次确认 美日安保条约所涵盖的范围 就会包括钓鱼台群岛 也就是日本称之为的尖角猪岛 另外在会后双方共同签署的文件当中 对于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威吓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达了反对 认为大陆的做法是不符合现有的国际秩序 造成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挑战 最后四人也是对于中国的海警法表示出忧虑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美日的二加二会谈是有成果的 双方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共识 反而来说中美会谈会有什么共识就看不到 就算现在布林肯转到韩国进行美韩二加二会谈也好 美韩之间所取得的共识一定不够美日之间多 因为韩国在近十年来说 其实长时间都是买两边的 在军事上他没有办法 一定是要靠美国来防护的 但是在经贸上 韩国其实是向大陆靠拢 很依赖对华的贸易利益 而且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由于韩国和中国都太接近了 所以韩国往往就不敢说在一些政策上 非常之强硬地针对中国 也没有加入到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网 所以美韩二加二会谈 相信就不会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最多就是维持着美韩友好关系 还有就是好来好去的意思 但是反而来说 在今天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份声明 这份声明的看头相当之厉害 这篇声明的标题就是 DOD officials describe conditions in Indo-Pacific 国防部官员展述印太情势 里面说了一句说话 中国没有办法相比 当然这个相比就是与美军相比 Chinese leaders can write excellent plans 中国的领导人就可以写出非常之完善的计划 But once they confront the unexpected There will be trouble for them 但是一旦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对抗 他们将会有麻烦 这句说话被很多媒体抽出来说 事实上这个对于大陆的领导人 是一个非常之强烈的信号 其实是在警告大陆的 因为他写成这样 第一这篇声明其实是点出了 美军和中国军队之间具有一个实力的落差 中国军队没有办法相比 第二里面提到一个叫做the unexpected 即是意想不到的对抗 究竟这个意想不到的对抗是什么呢 当然在这篇声明里面 他就不会很仔细地写出来 但是国防部这篇声明 又是在中美会谈前所发布的 大家就会看到 其实中美会谈也不方会有什么实质成果 国防部军队写了这些声明 然后国务院又做了更新的报告 而为什么国防部会有这篇声明出来呢 有些人认为是在回应3月9日的时候 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一番说话 当日他提到 说当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 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 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 中国今年打算安排的国防支出 是去到13500多亿人民币 比起去年又增长了6.8% 也是去到历史新高 现在国防部所发表的这篇声明 其实都很大机会 就是在回应9日的时候 习近平所说的说话 而且在国防部那篇声明当中 其实还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中国领导人谈及到要统一台湾 到底这篇声明是否有多少的源外之音 是否要向台湾派发定心愿 我认为不多不少是有这个功能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